兔子不吃窝边草,有草何必满坡跑? 您说这兔子他到底吃不吃窝边草呢?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14号 据说呀,这话是胡雪岩说的 看来不但是红顶商人这么看 红顶官人他也这么看 前两天三月烟花的视频大家都看了吧 那不就是典型的窝边草吗? 那吃的还不是照样津津有味啊 如果不是因为水电费太贵,大义是扬州 说不定啊,这窝边草还真就能吃个没完没了 因为这类的窝边草,吃起来回报高 风险小,互惠互利,感情好 既不是重婚也不是军婚 如果不是有干部管理规定的加法 您还真拿他,没办法 这种日久生情的革命友谊 基本都是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 只不过呀,这再如意的算盘 也有可能在小河沟里翻船 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 这到了年底,付出代价的不光是他俩 因为正规渠道买不到药 那就得花更大的代价去找黄牛买 一盒进口药一两万 是他真正的价格吗 当然不是 这价格里面最大的成本 它不是药品本身 而是冒着被抓的巨大风险 管制越延,花钱越多 不是因为价格那么贵 而是突破管制的代价太大 用黑市的价格减去实际的价格 这多出来的一万多 就是急需用药的老百姓支付的管制成本 也是那些手里有资源的黄牛的生意利润 也正是在这样的高价之下 才有人愿意铤而走险 在严管和人们急需之间形成了高风险 高收益的扭曲地带 因为窝边草太少 吃不着 所以不得不花高价去吃更远的草 如果更远的草也吃不着 那兔子会急吗 急了会咬人吗 您觉得呢 我是定风波 下回咱们 截止说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